我覺得焦哥給我的感覺就像紅色一樣的很熱情 然後你見到他就覺得他是一個充滿精力活力的一個人 然後你會感受到他對人生他的事業一切的事物 他有興趣的事物他都是永不停止的去探索 然後我很羨慕他這一點 因為我覺得我是一個比較懶的人 所以我看到他對於一切都這麼的積極 然後就是我說的熱情我非常的羨慕 他的CD數量大概是我鞋子數量的一百倍 這樣比一定有點怪 對因為女生大家都說女生最夠東西的鞋子嘛 他的CD收藏量非常非常多 然後我去看的時候我非常的訝異 因為我覺得他是非常善待跟珍惜每片CD 雖然非常數量很多 可是他都有把他 就是你知道每一張CD好像都有一個自己的家 或是停車場 就是都有自己的位置 然後新家也是 新家也是 我覺得他對於CD的熱愛跟真愛 就像他的那些玩具啊還有一些藝術品一樣 都有被好好珍惜的放置著 然後我覺得這點我也覺得很佩服 表示他真的很尊重每一張 他已經很喜歡每一張這樣音樂的作品 我們會常常吃飯聚會 然後聊一些八卦 我其實覺得非常有趣的一件事情是什麼 我記得大概半年前吧 有一次我們在聊天的時候 因為他就一直在 他也會幫我去想 譬如我的事業啊 或者我的人生 就是你看他熱情到 就是不管是不只是他自己的事業 他會思考 他也會幫我一些思考 然後他就一直建議我說 你還是要主持 你要主持啊 然後我就說 可是我就是想發一張唱片 想用一個新的唱片來定位自己 然後他那時候還跟我說 發什麼唱片 為什麼一定要發唱片呢 結果你看半年後啊 我專輯沒發 你倒是先發了專輯啊 而且我就想說 他這個idea 該不會偷我的吧 就是我 我對我都是 北北都是主持人 然後他竟然就說 你為什麼要發張專輯 結果竟然 有歌手夢的原來是你啊 黃子強 我可以感覺到他對這張專輯 我覺得就很像 孕育了30年的小孩的感覺 懷孕懷了30年 然後終於生下來 所以我可以體會他的那個 每一滴眼淚跟每一秒的感動 因為我覺得他這個是 所有 他在這30年裡面 不管是音樂的 人脈的 各方面在這個圈子的 所有的精華 都擠在這一張專輯一身 所以 我相信他真的是 放了很多的愛跟情感在裡面 然後我也祝福他這樣的一張專輯 會打動很多人的心 然後 傳唱度很高 然後變成 真的就是 唱歌天王 哎呀 Selina講的這個故事可有趣了 本來確實今年下半年她要發片 因故 就延後了 甚至有些東西都做了 都付出了 但不知道 具體的狀態是有多嚴重 或是損失有多少 反正她就停下來了 反而是我發片了 很奇怪 我覺得人生的緣分 或是這種 無法 預期的 突發事件 不深美舉 好 我先講緣分 我先講緣分好了 像最近因為 也幫別人做很多唱片的活動 12月21號那一天 李千娜來上我的交心食堂 也是她第一張台語專輯發片的日子 而那一天同時也是我的 專輯裡唯一的一首台語歌 熊熊想起一來的MV上假日 熊熊想起一來在多年前是寫給李千娜 也是她唯一一首當時的台語歌 我怎麼會知道我要拿來翻唱 我怎麼會知道我要翻唱還會拍成MV 然後做成老闆決定的 所謂的第二部上架的音樂錄影帶 並且在12月21號結果跟李千娜原主人的第一張 終於等到的台語專輯在同一天 我告訴你世界上有太多 無法解釋的緣分 所以Selina講到這個事情 確實蠻詭異的 都是在2018發生的 我跟她說 你確定你還要再做唱片嗎 你要不要先做點別的 後來我知道她要做唱片 我當然還是很鼓勵她 我甚至對她的唱片也有一些想像 只是說真的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雞婆 畢竟是老朋友 我也期待她有不同的變化 這個時候做唱片應該要有更突破性的 勇敢的 個性的 比較不能複製的 不重複的 屬於你的 當時我跟她聊了真的蠻多的 不過當然 就是說我也不是純人的雞婆 也是因為有一個小小的 無法分享的原因 所以我們就聊起了這件事 那麼最重要的事情是 當時我確實好像還沒有 唱片開始百分之百動工 結果2018年底她就沒發了 我卻發了 嘿 就不好意思 那麼如她所說 我對於我的收藏品 都歸類的非常的整齊 只有在宣傳期的時候 實在是好累啊 每天回家 我想要放空 我要陪狗 然後半夜又睡不著 甚至睡著了 還要起床幫狗 拔屎拔尿 然後再陪她睡一回 我其實根本就沒辦法整理我的收藏 我的包裹 我的衣服 各種各種 不然百分之九十 我有空正常的時光 都會把一切物件 歸位 就是 真的是有一種收納癖 因此她講的都是真的 她講的數量可能也是真的 雖然她可能 已經有很多鞋子了 不過她的鞋子的那個數量 再乘以好幾倍 或是幾十倍 或許才是我的CD卡 在黑膠收藏的數量 沒錯 因為鞋子比較貴嘛 不能用數量來比啦 然後音樂上 仔細想一想 我們大概就是 之前去唱過KTV有一年 還有一年跨年的時候 她在桃園邀請我陪她唱那個 幾朗隨幾行 好笑賣氣喊 哇 那個歌好難唱 因為是蕭黃旗的Key 非常非常感謝她 當時我是主持人嘛 所以就問我願不願意跟她一起唱 我說當然好啊 我基本上能夠上台唱唱歌 磨練磨練 都挺開心的 因此這應該是這幾年來 我們最重要的一次 跟音樂有關係的交流 其他真的都有在聊八卦 沒有啦 真的有聊一些事業啦 尤其是特別感謝聽歌會她來駐鎮 送上朝天交 當他們告訴我誰要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有一點點小小的 小小的怎麼講呢 也不能說不滿啦 因為我當年就 就是那個時候我想做聽歌會 坐下來來聊聊歌就好了 不要看VCR 不要送花 不要太多浮誇的東西 不要有特別來賓 只是團隊 可能還是覺得我想要吧 或是應該給我吧 結果真的有很多人送花 也有VCR 有特別來賓 我對聲音啊 就不好意思 讓她看到我一直哭的樣子 但她也很好笑 那天如果有看到記者會的聽歌會 其實是聽歌會 但後來變得像記者會 也許你已經看過那天的新聞片段 值得一看 因為很好玩 又哭又笑 她是左臉的Selina 其實我也是左臉 比右臉好看啊 我是主角 她竟然來獻花 還要跟我搶 我不是不讓她出唱片 我不是不要她出唱片 我只是覺得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應該要再去思考她的必要性跟獨特性 或許是我想太多 我也不覺得一定我是對了 可是如果有機會 那就做吧 那至於我比她快或什麼的 你們SHE 包括你自己都那麼多張了 你也要給我一個機會 給我一個地盤 小小的出發 OK 最後還是要謝謝她 在當年出片的時候 團隊有想到說 帶我去上康熙來了 才有後來的大和解 要不是她出唱片 要不是她實在是沒有親朋好友 可以在一起上節目宣傳打歌 我想可能我也等不到 康熙來了大和解 因為一年之後節目就結束了 所以朋友的交流 是否有註定一些什麼事情 將會在不久的未來串聯在一塊呢 這是我常常在思考並且發現的驚喜 有太多太多奇妙的事情 比如說一月份我在禮拜六 華視有個新節目叫超級同學會 節目部經理跟我說 當她知道我的歌第一波是同學會 她看了MV看了十幾次 因為她嚇傻了 這個節目呢 是延續2018年華視台青的特別節目 祝你生日快樂 確定要製播超級兩個字是華視的很重要的符號 那要叫什麼名字呢 我沒有參與討論 完全沒有 當然經理也沒有參與我唱片的製作 結果竟然就叫超級同學會 很切題 華視的老朋友回娘家 開同學會 聊天玩遊戲 結果我的歌叫同學會 詭異吧 還有 田富貞跟我同一天生日的 2018年她的那個作品叫 自己的房間 Life in Life 而我專輯是Life in Life 我後來私底下跟她聊 她說 我跟她說我們沒有超新鳥 那富貞就講她 她當然沒有這樣的想法 她知道我很早就在做唱片了 所以她看到公佈這個名字的時候 也嚇了一跳 怎麼會這麼詭異 Anyway 謝謝這些美妙的緣分 期待你的新專輯喔 開寫 教學妳 說不及 替不及 未婚